哈喽大家好,我是姚竹,我在新西兰跟大家聊聊新西兰发生的新鲜事 今天早上呢,在这个奥克兰的蒙洛斯丘有一辆车啊,她在旁边就是着火了 但是呢,她旁边呢,有这样一个重伤的女子在旁边 当时她的这个情况还是挺危急的 当这个救护车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个女生还是活着的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没有抢救过来,还是去世了 那么据说呢,就是在附近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 跟这个案子是有关的,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最近发生这个命案挺多啊 昨天不是还跟大家聊到了说 有这样一个华人的男子,他被埋尸了三年之后才被发现呢 今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女子的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说一个案子吧 就是西西兰的警察居然被告说是强奸同事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去年有一名29岁的警察和她的女同事 他们呢,被派到这个Carrie Carie去参加了这个怀塘一日的这个纪念的仪式啊 就是出差 当时呢,她和她这个女的同事呢,是一起住在这个汽车旅馆里面 晚上呢,这个警察就到这个庭院里之后呢 夜里两点多,就溜到了这个被害者,就是女的这个房间里面 这名同事呢,就向她实行了这个强奸和违宪 这位就是男警察,就是被告的啊 他说他和这个女生,就是这个女的,她发生的这个性行为啊 什么都是之前说好的,然后呢,也是他们俩勾的中说好的一部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女的是不承认的 她说自己呢,当天是被强奸的是在疼痛中醒来的 这个陪宪团呢,还听了一段就是这女孩她的录音 录音里呢,是这么说,说之前我已经拒绝你了 现在还在你面前醒来,你还在啊,那啥个我 对吧,然后这个男警呢,最后呢,就是被判了 入狱六年,然后还有这个猥亵呢 他还被判了十二个月,也就是一年的这样一个监禁 两罪,就是并罚的 所以说,西西兰的警察也会这样吗 还是说他们两个之间还会有什么 嗯,说不清楚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对吧,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拜拜